姨娘都安排好了 人已经跟着戏班子进了后院 线下就藏在更衣室的衣柜里 谢明堂你耍我 说好了一起赛马 你一副半死不活的臭德行 是看不上我的棋术 还是自知既不如人提下认输啊 阿萱是我不好 我担心我姐姐没有心情 你姐姐怎么了 林轩稍缓了神色 听谢之方说了几句清凉宴的事 你也太婆婆妈妈了些 不过是一场群长宴席 又是在你家自己的地盘 说句不中听的 知道的明白你是和姐姐感情好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偷偷养了个女儿呢 你这嘴是越来越毒了啊 我回家看看 改日请你吃饭 家里的教书先生生了重病 你家周老先生受可如何 肯不肯再说为学生 我回去问问周老先生的意思 应该问题不大 你莫忘了欠我一顿饭啊 阿萱 我心得了一本稀罕画册 下次你来我房里 咱们一起看 什么画册 林轩狐疑的看向他 听他低声说了几句话 脸皮默得一下胀红了 你你你 你怎么能看那种 脏东西啊 你我都是男人 扫是吧 阿萱 带行过灌礼之后 也带你去青楼里 长长见识 越说越不像话 林轩面色黑如锅底 拓了他一口 落荒而逃 说越来越好 虚刀 越好 扫